容器啊,它裡面有氣體,然後是理想的氣體 那麼這個理想的氣體去撞牆 我們先看一顆粒子 一顆粒子就是一號 然後它撞牆的時候其實只有水平方向有受力 我們向右為X軸,然後向上為Y軸 對,那麼實際上動量變化就只有X方向有動量的變化 那這部分是需要回憶的是力和動量變化之間的關係 所以充量,充量是單獨的力去乘上時間 然後如果是動量變化 那就是核令去乘上時間 這部分都是一至二的 然後我們說這裡最難的地方在於說 我們取的時間並不是這個接觸時間 並不是這個接觸時間丟在T裡 並不是,它不是撞下去接觸的時間 而是取,撞完以後來回一次 再撞第二次 就是從撞第一次到撞第二次的時間 是先把它簡化成說 一號,一號它這樣撞下去以後 它彈開,它可能就彈到上面 然後再彈下來 然後再彈到下面,再彈回去 然後再彈回去 即將要撞到的時候 這樣算是一個週期 那時間就是從撞了以後 再過去再回來 這樣的時間才是我們所取的時間 其實它背後的哲學是 我假設每一顆粒子 都有同樣的機會去撞這個牆壁 這應該是假設 但是實際上應該也是這樣 你沒有辦法真的去證明說 是不是每一顆粒子 它都有撞到 你沒有辦法去觀察 可是你如果想一想 每一顆粒子 理想氣體 每一顆都長一樣 那每一顆都長一樣 也沒有誰比較特別 那沒有誰比較特別的話 每一顆去撞牆的機率 應該是一樣 那我如果每一顆去撞牆的機率 是一樣的 我現在講的 我就不要說直接寫下 因為太長了 只是說如果你好奇說 為什麼要 當然老師會希望說同學有好奇 但是如果你覺得背起來就好 那就背起來 那我只是稍微說明一下 所以我不會寫在黑板嗎 你想要了解你就聽 為什麼要取來回的時間呢 因為我們假設說每一顆 每一顆粒子它撞下去的機會都一樣 那我想要算的是全部都要撞過一次 全部的粒子都撞過一次 那全部的粒子都撞過一次 是不是就是我這一顆撞完以後 到我下一次再撞的過程中 就是每一顆應該都會撞過一次 因為你如果每一顆 就比如說一號撞下去 然後它彈開了 然後再來一號開始往後動 然後二號再撞下去 然後二號再彈開 他們就有點類似排隊 排隊這樣子撞 就是我們把它想像成每一顆撞下去的機率都一樣嘛 所以他們就可以把它想像成排隊 每個人都要撞一次 每個人都要撞一次 那所以這裡有一號 二號 然後三號 四號 五號 然後一號撞牆 然後二號再撞牆 三號再撞牆 四號再撞牆 五號再撞牆 然後一號他就是這樣來過來 然後再回來 這樣就是一號回來的時間 可是一號到這邊的時候 剛好最後一號撞完 一號 一號 比如說最後一號要撞回去的時候 剛好是N號 N號他剛好撞下去 就是 有點難想像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全班同學都是例子 全班同學都是例子 全班同學都是例子 然後 然後呢你就想像成全班同學都要去撞牆 然後每一個人撞完以後你就要後退去撞到布告欄 然後你再回來 對 那平均來說 因為他是連續不斷的 他沒有空隙的 他連續不斷的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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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撞 所以一號撞完以後 他開始走去布告欄 然後他開始離開的時候 二號撞下去 二號撞完 他就走去布告欄 三號撞下去 然後等到一號要回來之前 一號他前面排隊的 排隊的 他前面排隊的就是最後一號 可以嗎 如果覺得可以聽得懂 你可以回應一下 首先是每一顆例子 他都撞的機會應該都一樣 因為他沒有誰比較特別啊 我們現在講的是氧分子 對氧分子 氫分子 氮分子 氮氣 那每一顆氮氣都長一樣啊 他沒有誰比較特別 所以大家去撞牆的機率都一樣 那我們就 讓他乾脆排隊 排隊每一個都要輪流撞一次啊 那每一個都要輪流撞一次就是 一號撞完 到他要撞第二次同一個位置的時候 他前面排的應該是第N號 所以 類似這樣的一個概念 類似這樣的一個概念 才會說我們去取 來回一次的時間 而不是去取接觸時間 因為我們當作說 來回一次以後 全部人都撞過一次了 所以 是這樣的 那從這張圖也可以稍微解釋 就是 如果這只是一號的 這只是一號的這個 動量變化 其實每一顆撞下去 動量變化都一樣 都是 就是 2MV X 然後我們 如果你是 把這一塊面積 F-T圖 F-T圖的面積啊 就是動量變化 底層上高 就是動量變化 所以這個面積就是動量變化 那你把它看成是 底層上高 那高就是 用面積 除以 用動量變化 除以時間 就是 高 面積除以底 就是高 那這個 這個力量的大小就是 動量變化 除以 接觸時間 那 丟塔T0是接觸時間 可是我們今天 不要用丟塔T0 而是 我們取丟塔T 那你這樣子 底 底變很長 但是面積不變 因為動量變化 沒有變 動量變化 就是 2MV X 那 面積不變的話 你底變長了 那 高就要變短 高就會變短 變成 DHP 然後 除以 DHP 這樣子 那 假設 假設我們給它一些數字 假如說 舉例 如果 RT0 是 0.2秒 然後 RT是 1秒 那 就像這張圖 它有 5個例子 是10個還是5個 5個 不重要 反正呢就是 它撞完以後再回來撞一次要花1秒 然後 這一秒之內 5個都會輪流撞一次 那 第二號 2號的話 它的圖也會長這樣 但是只是時間是接在1號之後 時間接在1號之後 也으면 3個 8個 1個 2個 1個 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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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 2個 3個 4個 4個 你如果用重量变化除上接触时间 你得到的也是这个高 就是除以0.2 可是我如果把它是算 它的总共去又回来的时间 就是这一段 这个好像画太短 应该画长一点 2乘以6 2就是12 所以这应该要12 稍等一下 应该画到这边 这样两边面积才会一样 两边面积才会一样 如果你是去来回一次的时间 那你算出来的力 就一样也是这么大 一样也是这么大 这也是DRP除以DRT 然后这个DRT是1秒 我设计成让它差5倍这样 就是说这个你除上0.2秒 那这个红色的是除上1秒 所以是高度会差5倍 面积一样 但是底差5倍 那高就是差5倍 那画这个图要干嘛呢 就是说 其实呢 我们刚刚在讲的就是 每一个人都要撞一次嘛 那所以 事实上在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内 不是只有1号撞 还有2号撞 还有3号4号5号 所以其实它会变成是 它最后是 这个1号的 1号的贡献 是这么多 然后2号的贡献是这么多 3号的贡献是这么多 4号的贡献是这么多 这个是来自1号 然后这个是来自2号 这个是来自3号 然后点点点点点到5号 到N号 所以 为什么它最后会把它变成是 用来回时间算 因为它想要把全部人都算进来 想要把全部人都算进来 它一把全部人都算进来的结果呢 会刚好就会是 你用接触时间去算的结果 那我们上一节课说 你这个接触时间你不知道吗 因为我 就我们可能就想不到说 它这样去年度离开 年度离开的那个接触时间 是多少完全没有线索 可是换一个想法就是 我让它每一个人都撞一遍 那每一个人都撞一遍的话 在每一个人都撞一遍的时间内 我把它们每一个人的贡献全部加起来 那每一个人的贡献全部加起来 最后它会刚好就是 它会刚好就是接触的时间 就是就会跟你用接触时间算会一样 我们刚刚一开始用接触时间来算的话 是这么大 然后一号撞完了 然后再第二颗撞下去了 那一号撞完了 接触完它后面排队 二号再撞下去 然后三号再撞下去 四号再撞下去 五号再撞下去 所以其实会一样 其实用接触时间算 我们要实际上的确要用接触时间算 才是那个例子 可是那只有一颗而已 那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接触时间怎么算 那换个想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撞一遍 每一个人都撞一遍 最后把每一个人的贡献全部加起来 那它刚好花的时间 也是来回的时间 这个是有点难的 可能你会不太知道在讲什么 那我们就不要花太久的时间 反正有录影 那如果你想要再反复的思考的话 就欢迎你再去看录影 好那我们就继续我们昨天的 所以 来回一次的时间 才是我们在计算里面用的 那所以呢 来回一次 然后一号对墙的平均力 对墙壁 一号对墙壁所施的平均力呢 就是要用动量变化 然后去除上锁花时间 锁花时间是来回 来回是2L 除上速度 就是时间 这一块就是距离除以速度 那你把这个V1X放上去 最后就会变成 我讲快一点 因为这昨天讲过了 我就会变成NV1平方X V1X平方再除以L 然后这边就是F1X 然后接下来呢 再处理到N颗 然后最后你加总完 就会变成FX 全部考虑的 就会是M除以L 后面跟着的是V1X平方 加V2X平方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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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VNX平方 这样的话会等于VX平方平均 就没有写1号2号3号 这只有是全部的 然后是平均的 所以反过来你可以把 这一整个 把这一整个 写成N乘上VX平方平均 所以呢 FX呢 就会是NNNVX平方 除以L 还有要平均 然后 再加上各项 各项同性 就是每一个方向的机会 都一样 各项同性 所以VX平方 其实就会等于3分之1的V平方的平均 因为X只占XYZ的其中一个而已 那这个其实是全部 所以最后它又可以写为3L分之NNVX平方 这样子 最后在除上面积 你就会得到压力 好 好 然後除上面積就會變成壓力 這裡除上面積變成三L三次方 然後N倍的Nv平方平均 那這裡L三次方就是體積 所以變成PV等於三分之一NNv平方平均 然後最後一步這個可以變成動能 所以最後是三分之二N 然後這裡要回想就是二分之一Nv平方 就會是動了 所以三分之二 這裡寫太過去了 等下再寫 平均動能 這樣子 所以就變這樣 所以最後呢 你就可以把壓力和體積跟一顆一顆粒子的平均動能 扯上關係了 直接就扯上關係 就這個是所謂的運動學 動力學 東西在動 然後在受力 的動力學 然後這個是熱學 熱學就是理想氣體方程 溫度啊壓力啊 體積啊 那些是從波伊爾 亞佛加爵 菲利薩克 查理 這些人 他們整理出來 關於一開始量溫度啊量體積啊這些實驗的 這叫熱學 這叫動力學 合起來叫熱力學 所以熱力學就是熱的動力學 從這裡開始 你就可以用圍觀的粒子來描述熱 圍觀的粒子 它在那邊碰撞來描述壓力 所以這個等式的左邊是所謂的聚觀 然後等式的右邊 它是N顆很大的數字N 有很多顆 然後每一顆的平均來說動能是這麼多 所以它其實是微觀的 它是把它看成很多小顆粒 這是微觀 所以 阿因斯坦 後來阿因斯坦就利用類似這樣的關係 去推理水分子對花粉的碰撞 然後去預測這個花粉的軌跡 然後結果這個花粉的軌跡 真的跟它算的一樣 那是不是就間接證明呢 花粉的移動 真的是受到水分子的碰撞 那它就可以間接證明 水的確是一顆一顆的粒子 剩下只是一些細節 一些公式而已 我就沒有了 藍的已經沒了 各位還好嗎 我知道這個很多符號對不對 我高中的時候也不知道在幹嘛 那你要不要用語音說一下意見 哪裡也看不太懂 你直接用講的 因為會比打字還快 那個昨天其實有提到 我今天只是講比較快 那關於那個為什麼要用碰撞時間 為什麼要用來回時間 而不是碰撞接觸時間 你其實可以不用理他 那個那個是太細節了 只是讓一些有疑問 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用來回時間 而不是接觸時間的同學 你去思考 那所以我這邊畫一道切割 就是說其實這邊的不重要 這裡的才是我們課程內容 或者說我再稍微的舉例一下 就是昨天我們有舉例說這個平均的概念 就是如果現在每一個同學 大家每個人都考三科 考試考三科 博文英文數學 然後每個人應該不會說 考的都一樣吧 對不對 就你可以把博文英文數學看成XYZ 寫得好醜 嗯 俄文英文數學 你就看成是VX VY VZ 那就好像每一個人 每一顆粒子 它有三個方式 三個速度的分量 那你想一想 不會說每 班上每個同學 這三科都考一樣 對不對 然後 可是呢 因為大家都長一樣 大家都長一樣 大家都長一樣 大家的程度都差不多 所以雖然說 雖然說 每個人有不太一樣的分數 但是整班來說 整班喔 不是只算一個人喔 是整班 整班來說呢 各項同性 我們看成各個班 都一樣的話 那就是 那就是 呃 這個班級的 平均分數 跟另外一個班級的平均分數 跟另外一個班級的平均分數 會一樣 欸 好像也不用分班級欸 好像可以說每個人 每個人的程度都一樣的話 就是有的人國文高 有人數學高 有英文高 然後 但是全班的國文平均 全班的國文 這個是 一號同學的國文 加 二號同學的國文 加 三號同學的國文 加到 最後一號 然後再除以 人數 得到這個平均 然後 會等於 這個 英文的 一號同學的英文 二號同學的英文 三號同學的英文 數 一號全部加 加到最後 全部加起來在平均 然後 會等於 這個 數學的 數學也一樣 一號同學的數學 一號同學的數學 加二號同學的數學 加到最後 再 除以總人數 然後結果大家的程度 都差不多 有的人是數學高 有英文高 可是平均來說 整班的 這個 整個科目 整個科目的平均 都是一樣高 這樣子 這是為什麼我們這邊會寫三分之一啊 啊 其實就這裡而已 就這裡而已 沒有 沒有跌的 這是 濃縮啊 我們為什麼會寫這樣呢 這個是時間嘛 動量變化 除以時間 這就是 來回次啦 然後上面這個呢 上面這個就是 動量變化 抓去反彈 抓去反彈 所以是兩倍嘛 然後時間是來回時間 距離除以速度 然後你就變這樣 那你推廣到N科 推廣到N科 然後我們用平均來代表 平均來代表 再加上 各項同性 然後你就可以算出 黑板最左邊的關係 有沒有稍微了解了 好 老師也沒有說要用天壓式的 一定要各位背起來 那這個東西也是 要慢慢去了解 就各位自己 慢慢的去了解 然後 既然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這個 雖然平均值會一樣 但是 個別會不一樣 個別的分數會不一樣 個別的速率會不一樣 所以有一個名稱叫做 馬克勢威速率分佈 就是說它的速率不是大家都一樣的 很多的粒子在那邊碰撞 應該不會想說每一顆的速率都一樣吧 就是有的 有的可能被撞了 又被追撞 又被追撞 它越來越快 那有的是被 被阻擋 就是它往右洞 然後被另外一顆 往左洞的撞下去 那它們兩個都會減數 所以其實每一顆分子在那邊 每一顆粒子在那邊撞來撞去 它其實每一顆不會說都一樣的速率吧 那馬克勢威他有去算這個速率的分佈 那算出來的話是 在189頁 如果你是一團氣體 它裡面會有速度很快的 速度很大的 也會有速度趨近於零的 那它的圖形大概會是長這樣子的 這樣 它會有一些是最多的 最多的粒子大概都是在那個速率之間 可是有一些就會被撞得特別快 有一些被撞得特別慢 就有點類似極端值 它會有極端值 但是也有大約的平均值 然後這一個 它會因為溫度而改變 溫度越高 當然粒子就會動能越大 溫度越高粒子會越快 等一下我們再講 我們先把這個圖介紹完 溫度越高的話 它會變成 越偏向 越偏向速度快 溫度越低就反過來 它會偏向於速度慢 你看189頁 它就寫說 這一條線是T等於900度 然後這一條線是T等於300度 這樣子 那其實可以從這裡解釋 我們剛剛已經得到了平均動能 跟PV的關係 然後你再跟PV.NRT去做比較 去跟PV.NRT做比較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三分之二的N倍的平均動能 就會等於NRT 這樣子 那這裡呢 如果你的末數是固定的 然後R是一個常數 那就是溫度越高 動能越大 溫度越高動能越大 而且神奇的事情是 動能就只跟溫度有關 動能就只跟溫度有關而已 然後再按進去 我們在一起 看這次會有關 再按進去 再按進去 看這次會不會 再按進去 那時候 再按進去 我們在這裡 再按進去 再按進去 平均动能只与温度有关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题目 就是说温度一样 温度一样 但是一个气体压力很大 一个气体压力很小 那请问哪一个平均动能比较大 结果是一样 就是只跟温度有关 从这个式子看出来的 从这个式子看出来的 最后我们可以把它的速率写出来 就是它的平均的 类似平均速率 就是它的平均的 但是在这之前要回忆一下我们前面曾经有 有说这个理想气体常数啊 它可以是8.31 这是作业哦 这是作业哦 有两个人有交 但是有一点写错 我记得我有初学习单 其实你们用Gemboard去写 那我们那时候 有把木耳除过来 这个概念其实就是 交耳 而且是P乘上V 然后底下的木耳K 其实就是N乘上T 对不对 然后可是我们说可以把木耳拿出来 这样变成是你只看一颗一颗的 你只看一颗一颗 这个是看每一木耳的 理想气体常数 这个木耳在分母 但如果你把木耳拿出来 就会变成这样子 然后这个算出来会是 1.38 乘以10的 负23次方 这个有没有印象 那这个概念就是 PV 然后再去除以 亚佛加绝数 亚佛加绝数就是 6乘以10的23次方 然后N 这样子 有没有印象 回应一下吧 有没有印象 关于这个R 有两种 一个是 看一木耳 然后一个是 只看单一颗粒子 这个我们之前 有没有讲过 有没有印象 有就请你说有 或是 没有就说没有 或是 第三种选择 介于有和没有之间 我们前面有一节课 在介绍理想气体常数王 是不是请大家带入 STP 有没有想起来 什么叫STP 标准状况 在一大气压底下 零度C 比莫尔的气体体积是多少 对啊 我们不是有讲过吗 然后那样去算出 0.082 对不对 PV除以 NT 就是R 然后你这个P 带入一大气压 然后这个V 带入一公升 这个N带入一磨尔 这个T带入二七三 OK 这次算出来是0.082 然后是ATM Q乘以L 再除以 磨尔 OK 可是呢 我们说ATM乘以L 是 101.3交2 所以才会乘出8.31 对不对 才会乘出8.31 把0.082乘上101.3 才会是8.31 然后我们再除上磨尔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 磨尔在分母 有的时候我们想要知道 一颗一颗的 我们不想要 一整块一整块 一磨尔一磨尔算 我们如果想要 处理的对象 如果是专注于 一颗一颗粒子 我们就把磨尔数移出来 就会得到这样 就会得到这样 这个概念就是 我的这个磨尔 磨尔数是一磨尔两磨尔三磨尔 但是其实你要算颗粒数量的话 就是磨尔数去乘上 6乘以10的23次方 这样就是颗粒数吧 对不对 这个 这样就是N了 那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会把这个常数 叫做KB 这个叫波茲曼常数 它就是用你的理想气体常数 然后去除上亚佛加绝数 这是一个常数 因为理想气体常数是常数 是实验得来的 PB等于NRT的那个倍数 PB PB等于某个倍数 然后乘上NRT 然后这个R 就是它 所以它是一个常数 然后6乘以10的23次方 亚佛加绝数也是一个常数 所以相除之后也是常数 就是叫波茲曼常数 为什么要讲这个 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你可以把这个R写成NA乘上KB 然后你再把这里的R换成NA乘上KB 然后你再把这里的R换成NA乘上KB 就是N 就是这个数量N 亚佛加绝数就是6乘以10的23次方 所以最后变成了NKB 这样子 所以我们最后来看 这个NKB 和这个NK 再乘三分之二 它们两个就可以把N消掉 这样子一比较呢 这样子一比较呢 就可以把数量N 一颗一颗有几颗的数量N消去 所以最后呢 你就可以把平均动能呢 写成二分之三K B7 这个就是每颗粒子的平均动能 好 在最后一步哦 我们对不起 我们稍等 请各位稍等一下 最后一步是 我们要算数率 所以它可以写为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N V 可是记得这个V不是每一颗的 而是每一颗加起来之后 再平均的 在黑板最左边有嘛 所以最后呢 你拿这两个式子去算一下 你可以找出数率指跟温度有关的结论 我们刚刚一开始说这个平均动能是这样 我们刚刚一开始说这个平均动能是这样 所以最后呢 最右边的拿过来 N K 没有N 没有N B T 然后 二分之三 就会等于 二分之一 and 乘上 数率平均全部加起来 数率平方全部加起来在平均 然后二消掉 好 整理一下 得到V平方平均 就会等于 N 分之三 K B T 平均的数率呢 它只跟温度有关 所以最后呢 开根号 因为它这个 如果你要得到数率 它这个是平方的 平方再全部加起来在平均 所以再开根号 才会回到数率 就会得到3KBT 再除以N 再开根号 这个各位有学过 在学标准差的时候有学过 平方平均开根号 平方平均开根号 方均根 这个我们叫方均跟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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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它也可以写成V R M S 这个就是ROOT ROOT就是开方 MIN就是平均 SQUARE就是平方 好 好 先到这边 没有留言 趕快留言 才有签到 可以下课 很 Wyatt 可以打开 打开根号 好 很 好 那么 在楼上